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都喜欢 钢琴还是吉他 钢琴和吉他也都喜欢 平常会用香水吗 会啊 喜欢清淡的还是浓烈一点的 我觉得分场合吧 生活中最不能离开的一样东西 最不能离开的是舞台 宁可早起还是宁可晚睡 宁可晚睡 都是因为什么晚睡呢 因为工作和写歌比较多吧 一个词形容一下舞台上的自己 一个词形容一下百变 一个词形容一下工作中的自己 认真 一个词形容一下创作中的自己 较劲 一个词形容一下未来的自己 未来的我自己 未知 I don't know 我也不知道 喜欢什么类型的音乐现场 我喜欢比较疯狂的 看过最疯狂的音乐现场是哪个 最近有看queen 如果只能推荐自己的一首歌会是哪一首 只能推荐一首歌的话一起 最近一次看的电影 最近一次看的电影 应该是在飞机上看的 《非诚勿扰》 对 最喜欢里面哪个角色 我都喜欢 私下会练习签名吗 私下不会 早上起来第一件要做的事情 第一次要做的事情是 刷手机 手机上最常用的APP是什么 其实就是会看微博 最喜欢的穿衣风格是什么 我喜欢比较复古一点的东西 最爱什么颜色的衣服 最爱 深色系吧 其实我最近挺喜欢咖啡色的 最近做过疯狂的事情是什么 最疯狂的一件事情 最近都不太疯狂 休息日最常做的事情 休息日最多都是在家睡觉 听歌 看电影 如果不出门 可以在家最多待几天 不出门的话 四天 最想拥有的超能力是 最想拥有的超能力 瞬间转移 如果有这个能力 你想转移到哪儿 我会转移到每一个想见我的人身边 说一个自己拥有的隐藏技能 隐藏技能啊 我有独行术 你知道我现在在想什么吗 你现在在想我的咖啡好不好喝 最不喜欢被人问什么问题 最不喜欢被人问 你现在问的这个问题 最想和二十岁之前的自己说什么 想和二十岁的自己说 你还有很多未完成 大胆地去实现它 不要留下遗憾 最想和三十岁的自己说什么 三十岁 应该已经有完成了非常多的舞台 应该会在音乐上 不断不断地在突破吧 听过最冷的冷笑话 最冷的冷笑话 哇 这个是一个很久远的冷笑话 是有一天 有一只鹿 它在公路上面飞快地跑 然后它变成了高速公路 看到这张图想对粉丝说什么 很懂我 我觉得你成功了 最常用的表情包是哪个 最常用的是抱抱 最想删除的一张表情包 最想删除的是那个 最想删除的是那个 笔心的表情包 就是很想删除 2019年的目标是什么 2019 巡演 达到目标后如何庆祝 大吃一顿 或者 大睡一觉 如何委婉地和粉丝说你胖了 有一点长肉了 隔一段时间就会想吃的食物是 应该是 汉堡 最不爱吃的食物是 最不爱吃的 生的东西我都不爱吃 看到蔡徐坤假装无事发生过系列动图 你最想做什么事 我觉得我既然不知道我自己做过这样的行为 我觉得很无奈 Wa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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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V里最满意的镜头是 每个镜头我都挺喜欢 如果说一定要选的话 我会选第一个镜头 因为它确实把人带进去了 如果演唱会唱错词怎么办 唱错词了就freestyle 你说你写了很多新歌 什么时候跟大家见面 写了很多新歌 我觉得会慢慢带给大家 现在还没想好 感谢坤坤 完美完成今天的快问快答 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行